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個是我的同事Don給我的一個報導 我覺得這很好笑 那不過他不太長 所以我們後面再補幾個那個 我在Tinder版上看到的一些 搭訕上的搞笑的東西 所以這一篇一開始看到 就Don給我這一篇的說的是 一個英國的爸爸 他要替女兒來買那個Tempo 所以我們就學一些單字好了 這Tempo就是我們講的那個衛生棉條 OK Tempo 所以幫媽媽幫女兒買 他寫Tempo可是後來我閱讀下去發現好像也不是Tempo 其實他買的是那種是Pad 那你說什麼Pad iPad 不是Pad就是一塊東西 那你的iPad也是一塊啊對吧 所以女生的那種護墊之類的也就叫做Pad 那甚至有一個品牌因為這個品牌很知名 所以你如果叫他Maxipad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那Maxipad就是他的品牌 就像 哇這時代眼淚喔 像Google Google不是 我們現在Google就知道是搜尋 那我前幾天問同學說 同學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要去 那個影印機啊 Photocopy machine Photocopier 去印一下東西的時候 可以用什麼詞來說 不就是make a photocopy嗎 沒有以前有個字叫做Zerox 這家公司叫全露 那全露就是 就是他出了這個Photocopy的機器 或者辦公室的事務機 生意做得如此之大 所以Zerox就是替我 Photocopy一份東西 So I'm gonna I'm gonna Zerox this You know For a few copies Maybe I don't know 所以其實我也沒什麼在用這個字 說實在 只是我知道 有人這樣子用 那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Zerox全露這個品牌 好像已經 是 沒什麼人聽說了喔 好anyway 不管 我們這邊看下去 所以剛講到這個Pad 或Maxipad Tampon這樣子 那他幫女兒買 那下面就是這個對話 我們就用對話來看他好笑的部分在哪裡 大概就夠了 所以他送他爸爸去 這個 他們有一家那種 連鎖藥妝店叫Tesco's 爸爸就說了 I mean Tesco's Where are they? 這些 你要買的這東西在哪裡啊? 然後女兒就說了 Thereby all the deodorants and shampoos 所以那個by這邊的部分就是在什麼的旁邊這樣子 OK 像Stand by me 就是在我旁邊不要走 Stand by me這個歌應該聽過吧 So they are by all the deodorants and shampoos 你可能會有不認識的字 Deodorant 那 Older是氣味 Deodor就是把氣味去除掉 變成忍的就變名詞 所以Deodorant就是 除臭劑 除哪裡也臭 這裡 OK 所以差腋下的 那因為腋下也是流汗 所以Antiperspirant 是他的另外一個名字 所以Deodorant跟Antiperspirant 我一點都沒有去替他們兩個做分別 對我來說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你要替他做分別的話 那 Be my guest 好所以 他們在這個Deodorant呢 跟Shampoos的旁邊 所以一定是放在那附近 Shampoos就不用我講了洗髮精 OK Found them 找到了 Which ones do you want? 你要 哪一種的 Which one Which ones 那他講的是Which ones Which kind也可以 Right Which brand Do you want? 你要哪個品牌的 然後這女兒說 Always 然後 爸爸就誤會了 Always what? 因為Always也可以被 翻譯成是總是 一直以來都是 像你愛不愛我 Always 這個答案不錯 那 那所以爸爸就困惑了 什麼叫 都要啊 這樣 Always what? 那可是 你大概應該知道 就Always是個品牌 因為這個品牌 台灣也有 我都看過 我撇到一眼 喔原來這個 我也幫女生買過來 說實在的 所以我知道 喔原來這個品牌叫Always 這樣 中文叫什麼 好不管 所以那女兒就說 No They are called always 他的名字叫Always 啦 Oh scene 喔看到了 What in the fuck What the fuck 這樣 那 這樣 我們知道 What the fuck WTF 對不對 可是其實他們有時候會 前面加個介系詞 in 不要問我為什麼 就固定了用法 說 呃 而且這個事實上 也不是說這是固定用法 或者說是不同 就是 有時候 像 呃 你知道我問你說你在幹嘛 What are you doing 那你說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可以對不對 那 Hell是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說 What in the hell are you doing 所以 In the hell 也是可以用在這邊的 所以 What in the fuck What in the hell 好我有點解釋過頭了 但不管 所以 啊這麼貴喔 3塊5喔 3.5磅 應該說是 Now what There's hundreds Now what There's hundreds of them 所以我要always they要always 可以啊 可是 always也有好多 好多種不同的種類 對不對 所以 There's hundreds of them 好幾百種喔 然後女人就叫她 Calm down 冷靜下來吧 This woman is looking at me Weird Hurry up 所以旁邊有個女人看著我覺得很奇怪 Gitney hobo 這樣子 Hurry up I need the night time ones 所以這個night time就是你知道 夜間家常型的之類的 I need the night time ones Should be purple packaging 所以應該是紫色的這個 packaging 就是這個包裝 所以紫色包裝 那這個packaging這個詞其實其實也算是一個很常探討的一個詞就是 我們很多東西有那個過度包裝那個產品 所以可能就是啊有個紙盒子外面有個紙箱子然後那麼漂漂亮的手提袋 這是一個環保上很重要的議題所以這個東西叫做over packaging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可以找一些相關的文章來讀讀看 over packaging 好所以他做的是紫色的packaging 好所以他做的是紫色的packaging scented and with wings please 所以scented是什麼呢 scent是氣味 剛不是有order就氣味嗎 well scent也是 OK 所以 這裡整理一下 order是氣味 scent也是 aroma也是氣味 一般來說aroma是香味就是 OK excuse me smell當然也是 這四個大概是我們大概最常看到的四個不同的就氣味的詞就是 其實還有我現在腦袋突然想不起來 好沒關係這邊再看下去 然後人家 那什麼叫scented呢就是香香的 所以女兒要這個有香味的 那這香味都人工啦但無所謂 scented and with wings 還要有翅膀的 那女生都知道翅膀是什麼 男生如果不知道我也不想解這個給你聽啦 所以爸爸當然就不知道 what the fuck are wings 什麼是翅膀啊你要雞翅嗎 How will I know if they are scented will I have to smell them 我怎麼知道他們有沒有香味啊 我要聞聞看嗎 所以拿起來 這樣好像蠻難看的 所以 How will I know if they are scented 我怎麼知道他們有味道 will I have to smell them 他完全都沒有標點符號你知道嗎 他應該這邊加個 這邊加個問號然後後面再加個問號 不管啦因為打字很快嘛 You have to say so on the packet 他的包裝上他的那個包 包上面就有寫是不是scented了 所以剛的packaging是他的包裝 那他的那個 那個一包兩包的那個名詞就是packet 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如果說 飛機上他會發給你一個花生 那種堅果類給你吃對不對 那個叫做a packet of peanuts 不叫做a package of peanuts OK 所以packet 是他的一個名詞 那你會跟我說 明明我也知道package是一個名詞啊 沒有錯 可是package的名詞的意思是 包裹 OK 所以packaging是外面的包裝 打包 打包不叫做打包叫packing 那個而且是我們旅遊的打包 好我這裡好像說的很零碎 讓我整理一下下 所以packing是打包 就是你行李的那種打包 出遠門的打包 那等到你到了旅館你還可以unpack 有沒有 OK 所以 那如果只講動詞也可以 比如說你今天在幹嘛 I need to pack 那什麼意思就是我出遠門要打包了 那package則是 商品的包裝 所以packaging就是 那個商品外面的外包裝這樣子 那如果把它變成單純的名詞package的話 也可以當成動詞就是你要怎麼去包裝一個產品 OK 包裝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現在要賣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How should we package this 這是OK的 所以how should we package 這是錯的 How should we package this you know new product 所以我們怎麼去把它包裝起來這樣子 所以packaging是它的這個ing的動名詞或者形容詞 那 然後最後剛講到的package就是 就是一小包東西叫做package這樣子 好所以 在package上就有說 是不是sent it chill it out 這chill out就是 冷靜下來 不要在那邊 像瘋子一樣 OK cause smelling them smelling them would have been weird wouldn't it 所以爸爸也說了 當然 OK啊 那沒問題啊 因為 要是我真的問問看 那就會很奇怪的不是嗎 Do you need any creams 需不需要任何的cream 他問他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creme 你知道就是什麼 霜啊 或者是油啊 或之類的 so what in the fuck 所以女兒也回問了 三小啊 why would I need creams 為什麼要cream呢 因為男生就不懂啊 他以為是需要加cream的 so because I thought you ladies needed creams for after 我以為女生啊 之後就要擦cream oh my god just pick them up and come home 好啦 就 買了回家就對了 所以 這篇就在這邊了 其實 Alright 所以希望你覺得這個 還有那麼好笑 如果 覺得這樣不夠長的話 我們來多加兩個這個 Tinder的笑話 我覺得這很酷 哈 第一個 這裡說了 這邊是他的對話 那這個對話呢 這邊他寫一個標題是 just wanted to share for my bold brethren around the world Don't lose hope 他只想把這個 跟他所有的這些 禿頭的brethren 這brethren就是同胞們同志們 OK 所以兄弟們 同袍們 我是想跟我的 禿頭的同袍們 世界各地的分享一下 別失去你的希望 OK 不要失去的希望 什麼意思呢 好這邊的這個 這一張圖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這蠻有趣 一個女生看起來還蠻正的 他傳了一個訊息給他 kind of like your bold head 有點喜歡你的光頭喔 禿頭喔 你知道 kind of like your bold head 然後他的回應就是 Easily the best message I've ever got 你說的話真是 很輕易的就成為我 收過最棒的訊息的 也就是謝謝你 OK and I kinda like that you have hair so this head is all yours 我也蠻喜歡 你有頭髮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的頭就給你唄 所以簡單說就是 好了我想跟你打散這樣子 so my head is all yours 這樣子 女生就笑了 哈哈哈 他又回了一句 I feel like I need to sit on it like a hand that keeps its eggs warm 我覺得我好像需要 坐在他上面 坐在你的光頭上 像是一隻老母雞 來需要把他的 蛋 敷著 保持溫暖一樣 所以這有點在調情了 你跟一個人對話走到這裡 你一定可以再好好的發展下去 所以他用這張來分享給大家 就是要是你禿頭 不要失去希望 還是可能有正妹來欣賞你的 那下面的對話我覺得就更好笑 大家在下面回的 第一個人回的 as a bold man this makes me smile 身為一個禿頭 這讓我微笑了 下一個人說了 as a non bold man seeing a bold man smile makes me smile 身為一個非禿頭的人 看著一個禿頭的人笑 就會讓我笑了 下一個人又說了 as a non bold man seeing a non bold man smile because of a bold man smiling makes me smile 身為一個非禿頭的人 看到一個非禿頭的人微笑 就因為一個禿頭的人微笑著 這件事情使我微笑 你看他們就開始玩一些這種文字遊戲 再下去又再翻了一次 as a bold man seeing a non bold man smile because a non bold man smiled because of a bold man smiling makes me smile 文法都沒有錯誤 你要想要去分析這個文法 你自己去分析 我就不解釋跟你聽 我只想給你看這很好笑 再往下又來了 as a non bold man seeing a bold man smile because a non bold man smile because a non bold man smile because of a bold man smiling makes me smile 我連讀完我都覺得有點辛苦 好像在饒舌一樣 甚至下面就 你看 發展不完 走到這裡這麼長 OK 所以 下面的人就是這樣 開這個事情的玩笑 還不錯吧 希望你覺得這有趣 總之下面有連結 你可以把這個自己再拿去讀讀看 好我們再看一個 下面這邊這個是 I would have contacted her too 我也會 聯絡他 所以我也會想要去聯絡這個女生 I would have contacted her too 什麼意思啊 下面這邊這個 他截了一張圖 所以這是個女生的截圖 那你注意看一下 這裡有什麼問題嗎 他就拿一個電動牙刷刷牙 然後甚至臉上有一個很驚恐的表情 戴著一個 浴帽 這邊有一個 呃 有個毛巾 然後這裡是個淋浴間 這邊有一個衛生紙 後面有一個開關 這邊有一個圖畫 什麼問題呢 好你看喔 上面這裡說了 This is my Tinder profile 這是我的Tinder的主頁 檔案照 I've had it for a year 他已經這樣子一年了 23 men have contacted me to say I am incorrect about toilet paper 總共有23個男人跟他聯絡過 就跟他 搭配成了或之類的 然後跟他聯絡上了 跟他 主要是要跟他說 說什麼呢 關於衛生紙這個部分 你錯了 這個 我們對這個無感 因為在台灣很少看到這種滾筒型的 OK 可是錯在哪裡 因為他的方向 你應該是要 這樣子 好像才是對的 而他弄成了這樣子 這要怎麼抽怎麼撕 其實我那種還是可以啊 可是總之 23個男人跟他說 You're wrong You're incorrect 所以下面的人會怎麼回應他呢 I bet you wipes back to front too 所以下面人要取笑他 我猜他插的時候也是從後插到前 你知道 這個wipe back to front 是錯誤的 尤其這個是在 育嬰的時候你要知道 雖然說沒有 育嬰過 就你知道就照顧小小嬰兒 但是我有姊姊妹妹 那我知道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是 幫女生插屁屁的時候 因為女生前後兩個動嘛 你不可以從 後面插到前面 因為你可能會把便便帶到前面去 那這樣會造成他 會造成他生病的這樣子 感染或什麼的 所以你需要 front to back 從前插到後 而不能 從back to front 所以這個男生就笑他 我猜他也是 插back to front 這是不對的這樣 下面呢 又取笑他一次 that's as backwards 這邊這個形容詞 as backwards 是一個很固定看到的 if something is as backwards 就是 完全錯誤了 錯的徹底了 OK so you're doing this as backwards 就是你把這件事情完全做錯了 就屁股都顛倒過來了 OK 所以 我也寫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as backwards 是個固定的用法 下面呢又在搞笑了 他就把as backwards呢 做了一些文字上的跟動 back ass words 這根本已經沒有概念在裡面了 這就 沒有正確的邏輯文法什麼鬼的 這就是 拿字來開玩笑 下面又把它變一次 bass backwards 真的沒有這個字 awkward bass 又來 所以我看到這裡 我就覺得很好笑 其實 OK OK 所以 you never go bass to mouth or ass to trout 所以這邊 你不應該要 這有個詞 他本來要講的是ass to mouth 就是屁股去對口 OK 或者 屁股對另外一個東西 可是 可是 那 trout是鱸魚 那 那個bass 呃 這應該念成bass 那這是兩種不同的那個 那個 就是在釣魚的時候會釣上的魚啦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所以凡他也是把一些詞抽在一起 想要搞笑就是 好 那反正到這裡大概夠了 這篇也就 這樣子也可以了 OK 好 我們再看一篇好了 時間其實應該差不多 但我們再看一篇好了 這也是一個 Tinder 上面的一個對話 先看他上面標題說的是 He's not actually dead I just wanted to make her feel bad 所以 這個he是誰不知道 Wanted to make her feel bad 不知道在幹什麼 他其實沒死 他只是想讓這個女生覺得 不太舒服讓他覺得難過 然後 他 我想他表達就是女生主動跟他打散 女生跟他說 你第一張照片裡面的朋友是不是單身 所以對男生來說這怎麼可以開心呢 所以女生對你打散是要打散你第一張照片裡的旁邊的朋友 所以 天啊 所以這個男生就跟他說 IDK IDK就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y don't you get your Ojaboard out and ask him because he died three months ago 所以你幹嘛不問他 那怎麼問 你把你的Ojaboard拿出來 這Ojaboard的意思是那個 蝶仙啊 OK 你把你的蝶仙盤拿出來 你自己問他 你招魂他來這樣子 So why don't you get your Ojaboard out and ask him 你就問他 Because he died three months ago 因為他三個月前死了 所以他故意開到玩笑說他朋友死了 其實並沒有 Alright OK所以看了幾篇這個 Tinder的搞笑的東西 希望你有學到一點點英文 I don't know 我反正就是做介紹 來 那 好到這裡OK了齁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